再来关心天气 今天在凌晨晚间这段时间 中央降局发布了大雨特报 我们来看看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 而且降雨的范围比前几天扩大 包括了东部地区 所以今天就是因为在晚间深层的封面 接近的影响 所以各地有雨的情况可能会比昨天还要明显 不过在气温的部分我们来看到 气温的部分这两天是稍稍的缓和一些 比之前冬至要高温可能要高一些 但是最主要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周四 一个是周日 气温会往下掉 主要就是到了周四 会有另外一波东北风的影响 周日也一样 只是这两天不一样的是 在周四的冷空气会比较干 那周日还是湿湿冷冷的 所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各地降雨比昨天 是更加明显 但是在气温是跟昨天差不多 但是到周四就要比较小心 在气温会突然下滑 尤其高温可能会下降2到3度左右